五億三變暗口費 反國交際缺點很糟糕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昨天終於開了第一次會 喂 是不是談切科 在委員會的層面 是哪些東西可以談論 哪些東西不可以的 基本上任何東西都可以討論 你由切 去到不切 中間做什麼檢討 情在是什麼都可以說 那即是切就沒得談了 是沒有談了 忘記了提醒大家 各位委員會 很多都是親見者人士來的 原來他們昨天 向全港官校和資助中小學出通告 上個月教育局偶出來說五億三千萬 說可以不用用在國教科 暗口費 就是通知那間學校 這五十三萬是不需要擔心 他可以長期放在學校那裡 教育那方面不會把這些錢拿回來 那可以用在哪裡 反國教費用又行不行 可以拆散跨學科來教 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一定教 同時也可以用其他的科目去教 下個星期會再開會 到時才談切不切 是完全沒有解釋到 為什麼突然間要將這五十三萬 由搞國民教轉移到去 搞其他方面的教育範疇 的教育局 是應該有責任去解釋 為什麼這五十三萬的使用方式 是決定得這麼闖穿 昨天來自一百家學校的學生代表 和學民思潮開交流會 有代表大爆因為反國教 不斷被人打壓 好像左派鄉島那樣 不可以在學校外派黑絲帶 重要的缺點 下個星期三 學民思潮會在全港學校 派反洗腦教育小冊子 同邀請各家學校教學生會 同校方表達反國教的意見